今秋延遲吃螃蟹 加州珍寶蟹捕撈季 推至12月 大股祥平奸商好轉 有望重歸世界大賽 把好萊塢留在加州 紐森提案影視業抵稅額加倍 迎接入秋氣候 萬聖節前南加州逐步降溫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今年秋季 喜歡吃螃蟹的民眾恐怕得延遲 享受美食 為了避免捕撈器具傷害鯨魚 加州推遲了珍寶蟹的捕撈時間 來看報導 蟹香細嫩的蟹肉富含蛋白質 受到消費者青睞 然而今年秋季想在加州吃到新鮮的珍寶蟹恐怕有點困難 加州魚類和野生動物部門近日宣布 珍寶蟹的商業捕撈季將推遲到最早12月1日開始 作為加州主要的水產業之一 商業捕蟹劑通常從11月中旬開始 但為了保護鯨魚不被捕蟹網的繩索勾注而受傷或喪命 珍寶蟹捕撈季已經連續7年延期 隨著休憲捕蟹劑在11月2日啟動 部分海域包括索隆馬縣和蒙特雷縣將禁止使用陷阱 當局表示 普通民眾仍然可以使用歡心圈和補蟹網享受打烙螃蟹的樂趣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綜合報導 週六晚 在洛杉磯稻隊對決紐約陽基隊的世界大賽第二戰中 稻齊最佳打擊大谷翔平左肩受傷 不過有消息稱 大谷的肩膀已經不再疼痛 很有可能歸隊參加第三場比賽 週六 洛杉磯稻稻隊在世界大賽第二戰中 以4比2戰勝紐約陽基隊 在系列賽中以2比0取得領先優勢 不過 稻齊隊備受矚目的大谷翔平 卻在週六晚的比賽中因為嘗試倒壘傷到左肩 導致脫臼 當他躺在球場上掙扎時 教練 經理和翻譯紛紛上前查看 隨後大谷被攀扶離開球場 根據報導 在經過週六週日的進一步檢查和治療後 稻齊隊教練羅伯茨證實 大谷的肩膀已經沒有疼痛 如果大谷上場 傷勢加重的風險會很小 因為後肩受傷不太可能影響他的揮棒動作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佳佳綜合報導 為了鞏固好萊塢在影視產業的地位 週日 加州州長紐森公布一項提案 把加州電影電視稅收優惠計劃 擴大到每年7.5億美元 洛杉磯地區一直被視為美國的影視重地 但近年來 業務逐漸流失至加拿大和紐約州 與喬治亞州等待遇更好的州 週日 加州州長紐森公布一項提案 把在加州拍攝的電影和電視節目的所得稅 抵免額 從目前每年3.3億美元分配額 提高一倍以上至7.5億美元 這項提案還要經過州議會批准 如果通過 最早可於2025年7月生效 事實上 加州的電影電視稅收優惠計劃 每年都有超額申請的情況 州長辦公室指出 2020年至2024年間 有限的稅收抵免資金 以及來自外州等地的激烈競爭 導致加州失去了影視業製作成本 影響加州的就業和經濟 近年來 約有71%被加州拒絕的項目 轉移到外州拍攝 根據《費應力組織》 10月16日的最新報告 今年第三季度洛杉磯地區的整體拍攝量 減少了5% 是今年最少的一季 本地故事片製作的5年平均值 則下降了約36%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曰熙綜合報導 萬聖節即將來臨 南加州的氣溫也開始下降 讓節日氣氛更加濃厚 不過 多個地區已經發出強風警告 韓可能出現降雨 根據美國國家氣象局 一個寒冷的低氣壓系統 將在本週一和週二橫掃南加州 預計週二會有明顯降溫 東北陣風也會跟著到來 南加州多個地區從週日已發出中度危險的強風警告 將持續至週二上午 沿海地區的陣風可能高達時速40英里 而在山區和山谷的陣風可能高達時速55英里 氣象局也提醒大風的潛在影響 尤其要小心樹木和電線倒塌毀損車輛 和海上強風毀損船隻的情況 另外 本週末還將有另外兩場暴風雨移動到南加州 可能帶來降雨 週日 川普來到紐約為大選造勢 近2萬名支持者讓麥迪遜花園廣場坐無虛席 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亞、馬斯克等人到場支持 賀錦莉這邊繼續將造勢的重點放在三大鐵袖帶搖擺州 來看報導 10月28號 賀錦莉參觀了密歇甄州 薩吉諾縣的一個芯片工廠 晚間去安阿伯造勢 副手搭檔沃爾茨及歌星馬基羅傑斯也會加入駐鎮 自從大選投票日進入倒數兩星期 賀錦莉陣營就集中力量爭取三大鐵袖帶搖擺州 賓州、密歇甄州和威斯昌星州 而政策重點則放到其主打競選議題墮胎權上 川普陣營在最後衝刺階段不斷強調的是經濟和邊境兩大主打政策 不過出人意料的是27號川普回到紐約這個深藍選區舉辦大型造勢集會 當天下午川普競選陣營和過渡團隊的主要成員悉數到場 包括副手搭檔萬斯、獨立參選人小肯尼迪 以及新進宣布加入共和黨的前民主黨人 國會眾議員加巴德 另外 前第一夫人梅蘭尼亞、科技大卡馬斯克、眾院議長約翰遜 終極格鬥冠軍賽總裁白大拿、前紐約市長朱里安尼等等都到場駐鎮 馬哈頓市中心的麥迪遜廣場花園近兩萬人的場館內幾乎坐無虛席 川普陣營還在七大道會場外設置了大屏幕 給沒能進場的支持者觀看 整個的場是蠻凝聚的 所以媒體上吵的是三分之一的人就走掉了 川普宣布重返白宮後 對於殺害美國公民或美國執法人員的非法越境暴徒 將處以死刑 同時重申有意撤銷非法移民庇護政策 民生方面 他承諾在自己執政的第一年內 把油價降低一半 而解決辦法是開採美國儲量豐富的頁鹽油 個人納稅方面 除小費 加班費 社保無需納稅外 川普還提出給有家庭負擔的人額外的照顧 另外 川普陣營也在討論是否要取消個人所得稅 而這些稅收收入的減少 政府要從哪裡平衡呢 川普的方法就是高關稅 全力支持川普的科技大卡馬斯克當天也承諾 要降低政府運作成本 他自信能夠把聯邦政府預算至少減掉2萬億 而這幾乎是目前6.75萬億美國聯邦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一 很久未現身的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則在發言中強調 紐約是世界之都 他表示應該讓紐約再次變紅 而上一次贏得紐約的共和黨人是李甄總統 川普希望在他的選舉的最終收官的階段 有一個有高度的一個提拉提上去 他需要做一個集中的亮點 把他整個的這個影響力的輻射出去 那個輻射到全國輻射到搖擺州 第二個他確實想贏紐約 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他對這件事情的一個激情 大選倒數8天 全美超過4300萬選民完成了提前投票 約佔2020大選投票人數的27% 其中 共和黨註冊選民約佔40% 民主黨註冊選民約佔42%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蘭 紐約採訪報導 美國前陣子有多個州爆發大場趕軍疫情 經過有關部門檢測 麥當勞已經確認 肉餅中不存在病菌 所以從本週重新上架之前停售的漢堡 美國快餐連昨天麥當勞週日宣布 之前在部分地區因為大場趕軍風波 而停售的4盎司牛肉堡將重新上架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資料 近期爆發的大場趕軍疫情 已經導致13個州的75人染病 其中22人住院治療 一人不幸喪命 大部分病例都在克羅拉多州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先前表示 4盎司牛肉堡裡的洋蔥或牛肉餅 可能是污染源 但經過克羅拉多州農業部檢測 確認牛肉餅沒有冰原 麥當勞在聲明中表示 重新售賣的4盎司牛肉堡將不含洋蔥 並且將無限期停止使用 克羅拉多州泰勒農場的洋蔥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張博元綜合報導 10月23日 大陸維權律師江天勇、王宇 被中共當局抓捕 週六 洛杉磯部分華人 來到中領館前集會 呼籲釋放兩位律師 並抗議中共對正義律師的迫害 江天勇、自由、王宇、自由 大陸維權律師江天勇、王宇 近日遭中共抓捕後 部分華人上週六 在洛杉磯中領館集會 要求中共放人 我作為學法律的 我也在國內做過法律維權 我親身經歷過這些 制定法律的當權者 不執行法律 而且迫害執行法律的這些正義人士吧 所以說他們制定法律者違反法律 我覺得這是不可理解的 和不可原諒的這些東西 我們就是在執法犯罪 而躲避這些事實 你們怕曝光 你們怕 因為你們也知道你們心虛 你們做這些事情是站不住腳的 法律上也是一個錯誤 也是屬於執法犯法 阿百姓等於就是 我們就是被他圈扬的 三口一样的 在國內這樣發生的話 甚至讓你失蹤 或者你的家人失蹤 這樣 集會現場 他們向抓捕江天勇 和王宇的派出所打電話 要求釋放兩位律師 中共的這些公檢法機關的這些工作人員 他們不為法律負責 也不會為案件的當事人負責 他們只為他們自己的上級的領導去負責 他們這種壓迫和迫害 恰恰顯示了他們內心的脆弱 他們對這個事情的恐懼 他們把法律視為他們來壓迫和奴役百姓的工具 而不是維護公平和正義的一個基本的東西 我相信他們兩位是為了我們大家的自由在努力 而我也願意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與他們一起努力 他們痛批 中共把百姓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隨意迫害 只要我們所有人都肯發聲都肯說話 那麼整個中國它自然而然它會形成一個這個社會的氛圍 它就是言論自由的氛圍 你們這些行為都會記錄在國際人權檔案之中 比如說你孩子不能留學 你不能旅遊 不能移民 不能經商 這都是唯明事件對你們做的這種懲處 也希望這些人好自為之 不要再繼續罪害危害人民 不要再繼續尿造這些人權的這些虛案 據報導 王宇正在拘留所絕食抗議 他與江天勇兩人曾多次為弱勢群體 及法輪功學員提供法律幫助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楊陽 李珍奇 洛杉磯採訪報導 週一 北約證實了朝鮮向俄羅斯派兵駐戰一事 美國五角大樓表示 如果朝鮮加入俄烏戰爭 烏克蘭使用美國武器將不會受到新的限制 北約週一證實 朝鮮士兵已被派往俄羅斯 且部分軍隊已經部署在俄羅斯庫爾斯克邊境地區 俄軍一直試圖在那裡擊退烏軍的進攻 伊特指出 箇至目前戰爭導致的俄軍士兵伤亡人數已超過60萬 而此时俄罗斯寻求朝鲜兵力援助 表明普京越来越绝望 此前 北约还多次指控中共和伊朗 为俄罗斯维持对乌侵略暗中输血 冬一天 美国五角大楼表示 如果朝鲜加入俄乌战争 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将不会受到新的限制 五角大楼估计 已有1万名朝鲜士兵被部署到俄罗斯东部进行训练 高于此前证实的3000名士兵 外界担心 俄罗斯可能希望借助朝鲜军队 弥补不断增加的战场损失 并继续在乌克兰东部缓慢而稳步的推进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静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近来上海气氛空前紧张 中共当局派出大批警力 阻止人们庆祝万圣节 部分民众遭当局逮捕后下落不明 周末 上海街头庆祝万圣节期间 有扮演自由女神角色的年轻人高呼自由 引发在场民众的共鸣 掌声不断 西方的万圣节近来成了中国年轻人黄欢的日子 去年上海的万圣节出现许多真编实弊的角色扮演 触动中共敏感神经 今年提前一周 上海警察就开始要求商店 酒吧 餐厅 商场等 不得进行角色扮演相关的万圣节庆祝活动 在校学生不得参与 不过周日晚 尽管下着雨 人们仍走上街头 无视中共警察围堵 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 自发庆祝万圣节 有的装扮成动漫人物 有的扮演游戏角色 明星人物 表达自己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然而 中共10月25号晚间 就在上海徐汇区的居禄路 长乐路 2022年爆发白纸革命的乌鲁木齐中路 和锦江公园等地端 开始部署了大量警力警车 28号当天 警察布满街道 如临大敌 不断驱赶驱散参加庆祝的民众 以各种理由抓捕部分角色扮演者 一部分人半夜获失 部分下落不明 消息遭到大陆全网封杀 有网民在X平台留言说 不让过节还有网法吗 扣死一个卡通人物都不行 也有留言直接指出 中共正处在朝鲜化伊朗化的过渡期 外界猜测 由于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 经济下行 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今年万圣节上海当局严阵以待 可能是担心再度爆发 A4白纸革命的抗议活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 刘芳综华报道 为了帮助华裔民众具备急救技能 在灾难期间能够自救救人 南加州阿罕波拉市消防局将在11月 开设社区紧急应变小组的中文免费培训课 地震 火灾 车祸等灾难发生时 如何做到在消防员到达现场前更专业的自救 并援救其他受难者呢 为了帮助华人在危机关头挽救生命 南加州阿罕波拉市消防区将在11月9号和16号 开设纯中文社区急救应变小组培训 在16个小时的集训中 民众除了要掌握水电煤气控制 搜索救援 灭火 急救 危险物质识别 灾难心理学等知识外 还会进行模拟训练 感兴趣的民众 要事先在市府官网报名 完成两天培训后 学员会收到结业证书 新当人电视台记者李嘉英 刘杰 加州阿罕波拉市 采访报报道 欢迎回来 德国的一名双目失明的冲浪选手 正躊躇满志的准备 在11月举行的加州冲浪世界杯赛上 争夺冠军奖杯 作为一个盲人 他是怎么驾驭汹涌海浪的呢 节目最后 我们来听听他的心路历程 德国慕尼黑的这处冲浪池内 穿着黄运动服的诺依曼 驾驭着浪花 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盲人 这位19岁少年 因为基因缺陷 6岁时失明 13岁开始学习冲浪 现在已经是世界残疾人冲浪比赛的季军 对于盲人来说 看不见海浪和环境 冲浪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幸运的诺依曼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 每次训练或者比赛 父亲都会通过对讲器 做他的眼睛 告诉他周围的情况 爸爸的指导很重要 诺依曼说 用耳朵和身体来感知浪花 是他能顺利完成冲浪动作的关键 取得今天的成绩 洛伊曼付出了辛苦的力量 他刚刚在德国冲浪赛 取得冠军 现在计划11月到美国加州 参加冲浪世界杯 目标是金牌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仁浩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周 再会 我们下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